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1093集 傻和愣的区别 西古鲁摸着头 样子还挺委屈 公孙将小四子放地下 留大去后厨找吃的了 看着心情挺不赖 天尊也想跟着去 却听白玉堂突然开口 师父 天尊脚下一听 回头瞧自家徒弟 展昭等人也抬头 白玉堂放下茶杯 你知道朱砂红玉吗 白玉堂话说完 天尊脸上立刻出现了感兴趣的表情 凑过来往徒弟身边一坐 红玉不大多是胭脂和大红的吗 这朱砂的可不多见 嗯 开封府有一家玉铺 据说是有 哪家 驿站附近那家黄石玉铺 不过店家挺难对付 能有多难对付 我吃了饭就过去瞧瞧 天尊信心满满 小四子一听 过去拉住天尊的衣摆 尊尊要买玉吗 我也去 去干嘛 俺也想去 那就一块去玩得开心些 五爷顺手摸出钱袋塞到天尊手里 天尊笑眯眯收了徒弟给的零花钱 准备吃了饭去玉铺买红玉 等天尊带着小四子和西古鲁走了 展昭就看白玉堂 让天尊去 这招高了 就让天尊去买玉 也不怕打草惊蛇 展昭放下杯子 拽上白玉堂也去吃饭 准备吃饱了之后 去围观天尊带着小四子和西古鲁 这俩不靠谱的娃如何逛玉铺 傍晚开封府街头走来了三个人 三个很引人注目的人 形成了一道奇怪的风景 引不少路人张望 那三个人 走在前边的 是晃着一头银色长发的天尊 身后跟着两个人 一大一小 一个大个子西古鲁 以及西古鲁肩膀上坐着的小小的小四子 小四子现在是无敌开心 因为西古鲁的肩膀很好坐 而且视野超级好 他不止能坐着 还能站起来 就好像在一座移动的假山上一样 西古鲁甩着胳膊往前走 以他的体格来说 小四子的重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且这样说话方便 一转过头就可以看到小四子 才相处了一会儿 他俩已经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而且他俩拥有特殊的交流技巧 天尊在前边走着 就听到后边一大一小正在交谈 小四子 我大谷和你爹 那爹 那爹 大谷一直追逃一书带志 竟然会嫁给一国书生公 爹爹 才不是普通书带志 小四子巴拉巴拉 给西古鲁讲公孙治好的各种疑难杂症 西古鲁听得睁大了眼睛 时不知问几句 从他俩身边走过的路人都纳闷 这俩说的是哪国的方言 屋顶上一路跟踪而来的展昭和白玉堂 都觉得耳朵要聋了 这什么口音那么别扭 展昭回头问同样跟着 而且一脸不爽的赵普 这汉话是你交给他的 赵普正在纠结大郭嫁人的话题 听展昭问起就解释 喂 这里头还有个典故 典故 别看狂志诚 男人都怕女人 不过一个个孔无有力 拉出去打仗还是十分有用的 萧同海和古列青 原本都算得上是辽的皇族分支 后来被排挤 为了保命 才拉出人马独立成国 辽王自然不会放过他们 于是就派兵围剿 所以你出兵帮忙 我的确是派了欧阳过去 不过狼王堡和狂诗城 都不是什么好打的地方 狼王堡你们也去过 那个地方一手难攻 光是那条一线线的天线 别说是辽王 让我我都攻不进去 而狂诗城之所以叫狂诗城 那是因为灵力在乱石之中 地势极其的胸前 而且狼王和我姨妈都不是好惹的 辽王派兵进攻 不过是做做样子 好评一下国内的非议 要知道 这俩刺头走了 辽王比谁都开心 哦 既然打不起来 我也没必要大兵出洞 所以只派了欧阳去狂诗城 邹梁去狼王堡 狼王堡那边比较实在 邹梁带了狼群过去 辽军一见邹梁的旗就撤了 大漠里谁也不敢惹狼是不是 狼王堡就成了真的名副其实的狼王堡了 传言说 萧桐海在狼王堡外围 养了大漠最大的狼群 从此之后西域的人都绕道走 那狂诗城呢 赵普哭笑不得 直了只脑袋 要知道那红毛这儿的构造和邹梁是完全不一样的 怎么个不一样 简单点说呢 那个红毛是个逗逼 邹梁是把事情快准狠地解决 而那红毛呢 自是想在解决事情的同时 再找个乐子或者逗个闷子 展昭和白玉堂都人笑 的确是欧阳少中的风格 欧阳跑去狂诗城 正好辽军来叫阵 辽王也是下血本了 派了耶律拓唇过去 展昭和白玉堂虽然不打仗 不过听过这个名字 辽国长盛将军 哼 不过那是因为他没跟我交过手 这小子也是鬼灵精啊 有好处 容易打的仗 他就钻空子 没什么希望他就躲着 美其明月保存军力 不过 能当上长盛将军多少是有点本事 虽然方法卑劣了一点 打的也确实难堪了一点 耶律拓唇是栽在狂诗城的吧 据说战死了 他就是死在当年15岁的西谷鹿手里的 用欧阳教他的办法 赵普微微一挑眉 展昭和白玉堂都有些吃惊 耶律拓唇一死 辽军士气大受打击 辽王貌似也是心疼了有一阵子 之后没多久坠马而亡 书来说他可能是突然心脚痛犯了 我觉得耶律拓唇的死 对他来说的影响还挺大的 耶律拓唇不说是武艺高强吗 你那兄弟当年才15岁的话 是怎么应的 跟他那口音有关系 嗯 我那兄弟可是一点都不傻 稍微有点愣而已 傻和愣有那么大区别吗 那可不同 宗良傻不傻 展昭和白玉堂都摇头 可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有些愣 有时候可以说愣 其实是一种心智简单的表现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 宗良毕竟从小是狼族养大的 他的本性的确是和普通人不同 可以说他跟动物一样单纯 但是他又有着狼群特有的狡诈 有的时候人简单心思就轻敏 傻子骗人一骗一个准 怎么让你觉得你傻 装傻 装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装傻可得看天分 我军营里装傻第一人就是那红毛 邹良很利 乔广灵活 一行缜密 而那个红毛就是最会耍剑招 他叫西古路装傻冲愣 跑出去跟耶律拓唇对阵 那耶律拓唇能把这二愣子放在眼里 还真就当他是傻子 想要提着古猎青儿子的人头回去交差 谁知道中了那狭小子的计 命都玩没了 展昭和白玉堂莫名就想到了 之前西古路涮合同的经过 的确 很容易让人掉以轻心 那个口音也是相当的具有蒙骗性 可是小四子好像能跟他沟通啊 展昭看着前边你一眼我意 与交流毫无障碍的小四子和西古路 赵普乐了 伸手拍了拍胸口 只要这里够简单够清明 就能轻而易举地听懂他的话 小四子当然是最好的 能够跟他交流的人 展昭和白玉堂都了然 觉得有点意思 与聊得开心的小四子和西古路不同 慢悠悠走在前边的天尊 却是感觉到后头白玉堂他们正在跟踪 天尊往后瞟了一眼 就觉得这几个小的铁定士 有什么花样 要注意 正想着 就听小四子突然喊了一声 天尊一抬头 只见对面殷猴走了过来 殷猴看到众人似乎还挺惊讶 那样子准备掉头溜走 屋顶上 展昭纳闷 外公怎么来了 刚才走了之后去哪了 今天不用看着天尊 他自己个儿跑去玩了吧 众人彼此又对视了一眼 的确 相比起天尊每天固定那么几个地方跑之外 殷猴就神秘不少 有时候人不见了 有时候又突然出现了 你外公平时有什么娱乐活动吗 那么帅 干脆找一个想好的 想一次啊你 让他听到就完了 那的确浪费了 展昭闷眼观察了一下 挑眉 喝酒去了 这都能看出来 展昭还没说话 就见天尊跳脚 老鬼 你是不是喝酒去了 殷猴看一旁 杨庄看风景没听到 你一个人跑去酒庄 把那坛子贵妃酿喝了 是不是 天尊其言了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去的沈姬酒庄嘛 贵妃酿都是上百年的好酒 沈姬每年可只卖一坛 外公喝掉了 一年前 我师父说定了一坛 他今天瞒着婴侯 不知道干了点什么 这算是被报复了吧 应该是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我 我 我 谢谢观看